他是大宋年间的情歌王子 历经沧桑 写下了众多经典爱情篇章 冠绝古今 他本人又经历了怎样离奇的爱情故事呢 诗歌爱情之 两情若是九常识 北宋时期诞生了一位优秀的爱情词人秦冠 在岁月的长河中 他的许多爱情词句 挽入苍穹中的恒星 荣耀末目 尤其是那两句 两情若是九常识 又起在朝朝末末 更是冠绝古今 早已融入了后人的血脉之中 成为永恒的经典 当我们长咬在那些产品 每次的爱情词句中 细细品味着 秦冠笔下 凄美的爱情世界 我们会发现 作为爱情词的极大成者 秦冠本人有着两大爱情观 一是专一 一是永久 那么秦冠是如何通过词作 来表达这两个观点的 他本人又有着怎样 离奇感人的爱情经历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带您走入动人心魄的爱情世界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爱情第七集 两情若是九常识 世界上有一种男人呢 被称为暖男 所谓暖我个人的理解 应该是指的情感上的温暖 心理上的懂得 还有言行上的体贴 这样的暖男 我想是绝大多数女性 梦寐以求的理想爱人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的古代社会 人们奉行的是男尊女辈的大男子主义 那么有没有出现过一款 女性喜欢的暖男呢 如果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我会不假思索的回答 当然有 那如果有人在追问 那这款暖男是谁呢 我也会不假思索的回答 秦关 秦关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他的雀桥仙 在中国也堪称是一首家喻户晓的词 仙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条条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盛阙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就凭这一首词 我们就几乎可以给秦关戴上一顶帽子 秦歌王子 秦关啊 在北宋人的心目当中 确实就是一个既浪漫又多情的阳光暖男 那这首雀桥仙呢 反映的就是秦关式的浪漫 秦关式的温暖 一直到现在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还成为用来安慰异地恋人的经典名句 这两句词也往往成为 支撑异地恋人苦苦相思 支撑他们最终通过努力 走向朝朝暮暮 两相厮守的一种情感的动力 一种精神的源泉 那么秦关写下的这首雀桥仙 真的是一首关于异地恋的爱情故事吗 答案当然是的 这一段异地恋的主人公 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牛郎和织女 雀桥仙呢 表面上就是写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 引用的是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爱情传说 传说当中啊 织女呢 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仙女 所以这首词一开始 仙云弄巧 就是将夜空当中千姿百态的云彩 比作是织女 巧手之城的云景 非常的美丽 变化多端 而非心传恨呢 指的是夜空当中 瞬间划过的流星 就好像是爱情的使者 为牛郎织女 传递着他们一年以来离别的相思 所谓银汉条条暗渡 七夕之夜 在银河两岸苦苦相思了一年的 牛郎织女 在这个夜晚 终于能够通过雀桥 来短暂的相会了 尽管人间看不到他们相会的场景 但是所有的人都在见证他们的爱情 都在祝福他们的相聚 从表面上来看 秦冠这首《雀桥仙》 引用牛郎织女的故事 引用他们短暂的相会 好像跟自古以来的 以七夕为主要题材的诗词 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但其实 秦冠这首词 绝不仅仅是停留在 引用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 而是他在借词 表明他独特的爱情观点和爱情经历 那么在这首词里面 秦冠想要表达的爱情观点是什么呢 我总结出来两点 秦冠的第一点爱情观 爱情美在独一无二 我们俩看这两句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金风呢就是秋风的意思 那么在金风玉露的秋天 在七月七日的夜晚 牛郎织女的一相逢 尽管短暂 可是却胜过了人间无数的男欢女爱 也许 人们总是认为 牛郎织女 聚少离多 总是对他们爱情呢 寄予深切的同情 认为他们虽然是神仙 可是像他们那样长期分离 那还不如人间的 朝朝暮暮的男欢女爱呢 可是秦冠不这么认为 秦冠认为 牛郎织女的相逢 即使短暂 但只要他们的感情是纯真的 是美好的 是坚真相守的 那么即便是短暂的相逢 也胜过人间无数的男女情感 他们的美 美在独一无二 茫茫人海 云云众生 只有你才是我的唯一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俗话所说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金风玉露一相逢 即使人间还有无数的男欢女爱 也比不过此时此刻此地的 两情相悦了 这首词想要表明的 秦冠的第二个爱秦冠 那就是爱情美在天长地久 自古以来 引用七夕牛郎之女的词 大多是停留在 对他们的同情上面 主题往往是集中在 欢愉苦短的哀叹上面 可是情观能够跳出传统的苛旧 极力渲染这个短暂相逢的极致的美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血桥归路 这短暂的一刻 弥漫着的是温柔的深情 是他们最美好的日子 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刻 尽管欢慧的美好时刻 可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的短暂 在梦醒时分 他们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 不忍心回头再去看那条 乌雀搭成的雀桥 可是真正的爱情 它真的是可以超越 朝朝暮暮的耳病思摩 可以超越身体的一种简单的生理吸引 而升华成精神的灵魂之爱 所以情观说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是因为它完全跳出了时空的局限 将两性的生理吸引 升华成了更加高尚的精神之爱 因为如果只停留在短暂的生理激情 那这样的爱情 是一定会随着时光的流逝 而褪色而消逝的 只有超越时空的精神之爱 才注定能够天长地久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有这么一个英俊 又多情 又浪漫的阳光暖男 在一个女孩子的耳边 深情地向他诉说 我对你的爱是独一无二的 我对你的爱是经得起天荒地老的考验的 试问哪个女孩子 能够抵挡得住这样温柔的诱惑呢 在当时的北宋啊 被情歌王子 情观的温暖情歌 迷住的女粉丝 真的是多如牛毛 我举一个例子 有文献记载 圣儿远方女子 读淮海词 一解快智 记之以死 非真实戒魄之头 何有志士 情观呢 自少游 好淮海居士 所以他的词集呢 名淮海居士 长短剧 那一本淮海词 会让女读者 那么激动 所谓真实戒魄之头 是说明 这个远方的女读者 读到了情观的词之后 那种细腻的情感 那种微妙的反应 会像巨大的磁石一样 吸引住他 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甚至是达到了 寄之以死的程度 这个情感的强烈程度 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后来 秦官 秦少游这个名字 还成为了 多情才子的代名词 元明清三代 各种各样的戏曲 传奇 小说 都会把秦官塑造成一个 多情才子的形象 我举一个例子 在明代人 虚构出了一篇小说 叫苏小妹三男新郎 硬是编出一个 莫须有的故事来 说苏氏有个妹妹 叫苏小妹很有才华 她嫁给了秦官 并且在新婚之夜 出了很多难题 对联 对师 来考新郎官 其实事实上 苏氏根本就没有一个 什么妹妹 当然更不可能 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秦官了 但是问题在于 苏氏有那么多的 得意门生 曹卜之 黄庭建 陈氏道 为什么人们不编 苏小妹跟他们的故事 偏偏要编 苏小妹跟秦少游的故事呢 那还不是因为 在人们心目当中 只有秦官这样的暖男 才是女性心目当中 理想的爱人形象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两句关于爱情的经典词句 跨越陈锋千年的历史 到今天依然光亮如席 它仿佛已融入每个人的血脉 成为我们对爱情永恒的手画 秦官在《雀桥仙》中 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 对爱要专一 要长久 那么秦官本人的爱情经历 又是怎样的 他能获得一份专一和长久的爱情吗 根据我对秦官一生爱情经历的了解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确实经历过这样一段 惊风欲露亦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爱情 而且这段爱情呢 发生在自古就浪漫多情的 萧香灵秀之地 当然在讲述这段故事之前 我们得首先回答一个问题 秦官呢是扬州高友人 那他怎么会来到湖南 又跟湖南的女子发生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还得首先回到原有八年 也就是公元1093年 在这一年 支持旧党执政的宣仁高太后去世 宋哲宗亲政 开始大面积的打击 以苏氏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中人 那苏氏被贬到了惠州 跟苏氏关系非常密切的 他的门声当然会受到牵连 黄庭坚被贬到福州 后来被贬到更远的乾州 秦官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先是贬杭州 又倒贬楚州 最后呢被剥夺了一切官职和俸禄 贬到湖南的称州 在邵盛三年 也就是公元1096年 秦官从楚州出发 经过江西前往湖南 他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 老的老 小的小 病的病 实在是没有办法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 所以秦官呢只好把家人都留在江西 他随身只带了一个儿子 前往称州 在经过长沙的时候 当伤心的秦官来到当时的中原人眼里 荒凉落后的湖南的时候 他对这个地方其实是不抱有任何希望的 他更不可能想到在这个荒凉的地方 他居然还会经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尽管跟他相识的这位女子地位比较卑微 只是一名歌女 而且呢是家世昌吉 也就是说祖先世世代代都是以卖艺为生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爱情从来都跟身份的高贵无关 而只跟他本身的情感的真诚有关 秦官到达长沙之后 自然会有一些崇拜他的粉丝 请他吃饭啊 约他喝酒啊 听他聊一聊这个金城林发生的事啊 在长沙逗留了几天 有一天啊 秦官在跟朋友的聚会的时候 就随口问了一位朋友一句 他说在长沙的歌女当中啊 有没有那么一两位可与言者 就是有没有可以弹得来的人 秦官是当时最有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 是一流的音乐家和瓷作者 那么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问一问 当地的这个专业歌手里面 有没有唱歌唱得好的 有没有比较 能够跟他有一些 在音乐方面 在歌词方面有一些情感共鸣的人 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没想到啊 秦官这么不抱希望的随口一问啊 还居然真问出一个意外的答案来 朋友啊不加思索 张口就回答 我早就想向秦学士推荐一个人 只是呢一直不敢旁突 所以一直忍着没说 今天学士既然开口问起 那我就向你隆重的推荐一个人 此地啊 却有一名与众不同的女子 她不但唱歌唱得特别好 而且还是学士您最忠实的粉丝 生平只唱你写的歌 一旦得到你的歌词 又是公公整整的抄写 又是没日没夜的练习吟唱 这位女子啊 在长沙现在可是大有名气 她现在呢 独居在一个地方 一般人想见她 还可真是有点难 秦官乍一听朋友 这样煞有介事的介绍 其实还是有点将信将疑 长沙这样一个不毛之地 能养出什么样的女子来呢 能跟京城那些 见过大世面的女子相比吗 能跟扬州那些 千娇百妹的女子来相比吗 所以朋友虽然这么说 秦官并没有往心里去 那朋友看他 似乎是并没有很大的兴致 也就没有把这个话题 继续说下去 又过了两天 秦官闲来无事 一个人呢散步 走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他突然发现 这个地方好像正是 他朋友说过的 那位长沙歌女居住的地方 而且他看到这个居所附近啊 特别的清幽雅致 通往院子的小路上面呢 也清扫的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秦官就忍不住多留了一会儿 他说这个住的地方 这么的别致 这么的轻雅 那他的主人 应该也一定是不俗的吧 正在犹豫要不要敲门呢 一个老妇人把院门打开 看到秦官面生 犹豫了一下 又上下打量了一番 觉得这位公子好像文质彬彬风度翩翩 于是就问他了 这位公子看着面生得很 不知秦官连忙失了一个礼 说我并非本地人 只是碰巧经过这里 看到这里环境清幽 故而驻足流连 希望能够拜见您家里的主人 老妇人一见 秦官不但是气度不凡 而且还谈吐儒雅 也就带他进了屋 秦官一进门 看到屋里的这个房间呢 并不大 但是收拾的朴素淡雅 桌上还摆着一盆兰花 正在无声的开放 桌边上坐着一位女子 正在低头看书 她的穿着非常的朴素 只是一件简单的家居长服 并上呢 斜斜地插着一支银钗 听到推门的声音 女子抬起头来一看 正好跟秦官打了个照片 秦官非常震惊地发现 这位女子虽然穿得非常的朴素 简单 却是容貌绝美 女子连忙站了起来 充满疑惑的眼光 就看向老妇人 母亲不知这位是 秦官抢在老妇人回答之前 赶忙向女子施了一礼 她说在下图巾长沙 听闻姑娘歌艺事本地一绝 故而冒昧造访 不知可否有幸 聆听姑娘轻音 这位女子听了之后 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这种表情 她只是淡淡地一笑 简单地回答了一句 公子请坐 且啊 资质彼漏 恐误了公子亲耳 秦官在旁边的凳子上面坐下来 一眼就瞟见 桌上正好放了一本 情学诗词 她心里就想了 看来这位女子喜欢我的歌词 还真的不是图有虚名 她拿起这本情学诗词 随手翻开了一看 果然发现里面 公公整整的抄写的 全部都是自己的词作 别人的一手都没有 于是啊 她故意问这位女子 这个情学诗是什么人啊 姑娘你怎么收集了那么多她的歌词啊 女子听了秦官的问话之后 情绪明显的低落了很多 也许她心里在琢磨啊 别看这位公子 看上去好像文质彬彬 可是她连情官都不知道是谁 看来是个不学无术的庸俗之人 这么一想 她的声音呢 她的语气呢 就冷淡了很多 她说啊 秦学诗乃东坡先生最得意的门生 才华盖世 且平生最喜欢秦学诗的词 素日也只唱秦学诗的词 女子语气中的冷淡 并没有让情官感到不悦 反而心里还颇有安慰的感觉 于是她又追问了一句 那写歌词的名价那么多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秦官的词呢 秦官心里想的是 就算是她的老师苏氏的学生里面 像黄亭坚啊 潮补之啊 都是写歌词的名家高手 那为什么这位女子不喜欢她们的词 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什么地方会打动这位女子呢 没想到女子悠悠的叹了一口气 回答她 秦官的伤心最打动我 秦官听了大吃一惊 她这一辈子遇见过很多女子 她们有的崇拜她的才华 有的喜欢她俊美的容颜 有的喜欢她的温暖体贴 可是从来没有人说她的伤心最打动她们 她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女子又是悠悠的叹了一口气 说天意连财也是杜财 秦学士才华盖世 偏偏一生接连遭遇不幸和坎坷 她写的歌词啊 好像句句都是她内心深处流出来的肺腑之音 听说她最近被贬折 在浙江写了一首新的歌词千秋岁 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我忍不住常常想 像秦学士那样多愁善感的男子 遭受了这样残酷的打击 不知她那个像海水一样深的伤心 怎么才能够排遣呢 一边说着 女子朦胧的眼光看向窗外 好像在看向远在京城的秦官 她的眼光里还隐隐有泪花在闪烁 秦官听到这里大为感动 她寻寻觅觅了一生的红颜知己 在京城没有找到 在扬州没有找到 没有想到在这个偏僻荒凉的长沙 她居然遇到了 秦官强忍住内心汹涌的激动 还没有急于表明自己的身份 又追问了一句 那既然你爱她爱到这种程度 那秦学士知道吗 你见过她吗 女子过了好一会儿 才叹了一口气 悠悠的回答 她说秦学士是京城的贵人 怎么会到我们这种荒凉偏僻的地方来呢 又怎么可能跟我这样的普通女子见面呢 秦官又追问了一句 你爱秦学士 大概只是爱她写的词吧 如果你真的见了她的面 恐怕就不会那么爱她了 女子呢 看了一眼秦官 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轻轻地哼唱起了 秦官的两句经典名作 金风玉露亦相逢 便盛阙 人间无数 她的声音虽然轻 也没有刻意想要去炫耀什么唱歌的技巧 可是那个歌声里面 蕴含着的浓浓的深情 还是深深地打动了秦官 只听得女子又说了一句 如果我能见秦学士一面 哪怕是给她做小妾 做丫鬟 我这一辈子也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秦官直到听到这里 才真正地了解了 这位女子对她的痴情 对她的深情 她赶紧站起来 整了整衣冠 然后重新深深地施了衣领 说姑娘在下正是秦官 因为被朝廷贬折经过这里 没有想到会遇到你啊 秦官的身份一百名 非常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这位女子并没有任何惊喜的表情 反而是愣了半天 愣了半天之后 女子一句话也没有说 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把秦官一个人撂在那 秦官本以为 一旦亮明身份 定会让女子喜出望外 然而 女子的离奇举动 令秦官深感意外 为什么女子 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热情 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还是这位女子口是心非 或者是发现自己 与她理想中的模样相差太远 太过失望 所以不辞而别 此时的秦官不知所措 阻力不安的她 究竟会等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请继续收看 《诗歌爱情》第七集 两情若是九长时 这个时候秦官感觉尴尬得不得了 你说走还是留 她一时间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尴尬的等了半天 老夫人又进来了 她对秦官说 小女子让我来请公子 一步正式 秦官忐忑不安的 跟着老夫人来到正式的会客厅 老夫人又把她按在正席上面坐好 又等了好久 那位女子才终于重新进来 她一进门 秦官大吃一惊 原来女子已经重新换了一身 华美的凤冠霞佩 脸上也重新湿过脂粉 打扮得非常的浓重艳丽 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装扮 跟刚才那位装束很朴素 打扮很随意的女子 判若两人 完全是一副贵族千金 出嫁时候的模样 她一进来 就对着秦官深深的拜了下去 秦官赶紧站起来 扶起姑娘 她说不敢不敢 姑娘行此大礼 秦某怎敢接受 老夫人把秦官按在座位上 等她坐好 姑娘施完大礼 等到女子隆重的拜见完毕 又准备了丰盛的酒席 老夫人和这位长沙歌女 一左一右站在秦官的身边 却人间无数 多年来刻骨的相思 在这一刻终于爆发成了浓烈的爱情 就像牛郎之女一年一度的相会 在雀桥搭起的这一夜 她们终于相聚了 就这样 女子陪着秦官 一直喝到深夜 唱到深夜 聊到深夜 她对秦官说 我亲手缝制的凤冠霞配 原本就是为秦学师您专门准备的 我原本以为我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有机会穿戴上她们 没想到精神有幸 能在这个笔漏之地与学士相逢 小女子能为学士 穿上一回新嫁娘的衣裳 我真的是死而无憾了 惊风欲露 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如果说天上的牛郎之女 一年一度的相逢 还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么秦官和长沙歌女的相逢 才真的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虽然此时的秦官 早已不是那位意气风发的朝廷大臣 而是一个贬折远方的罪名 可是深爱着她的长沙歌女 没有因为她的落魄 而产生一丝一毫的嫌弃 反而是奉献了她全部的真诚 和全部的爱情 曾经的阳光暖男秦官 在她人生最黑暗的冬季里面 不欺然感受到了来自长沙女子的 爱情的温暖 在长沙逗留的期间 每天晚上 女子一定会伺候秦官 梳洗上床就寝之后 自己方才就寝 每到第二天早上 女子一定是早早的赶在 秦官起床之前就起身 梳洗打扮好 捧着洗漱用具 等在秦官的床前 安静的等她醒来之后 再伺候她梳洗 我们可以想象 在落难时候极度失忆的秦官 在远离家乡 远离京城 远离亲人的偏僻的长沙 能够遇见这样温暖的红颜知己 得到这样温暖体贴的照顾 她的内心 该是有多么的感动 多么的震撼 在长沙女子精心营造的温柔香当中 秦官逗留了好几天 秦官真舍不得离开啊 但现实太残酷了 现实是什么 秦官是戴罪之身 贬折之人 他能够长久的留在长沙吗 不能 向来远浅 奈何秦深 多情的长沙女子 终究留不住戴罪之身的秦官 哪怕心里有再多的留恋 再多的不舍 作为罪人的秦官 他没有人生的自由 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赶赴他的贬折地称州 离别的时刻 不可避免的 很快就来临了 在离别的时候 长沙女子 她多想和秦官一起走 哪怕是天涯海角的漂泊 哪怕是风吹雨打的流浪 她都无怨无悔 只要是能和秦官在一起 可是事实不允许 秦官不是自由之身 她是个戴罪之人 她连自己的前途都无法把握 又怎么可能许诺她的一生呢 妾又不敢从行 恐众以为类 爱不是占有 而是牺牲 是成全 她怎么可能成为秦官此后的负担呢 为事 劫身以报 这并不是一段轻率的誓言 这位女子自从和秦官分离之后 闭门谢客 只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 手伸如玉 一直痴痴地等待着秦官 北归的那一天 那身新娘子才能穿着的 凤冠霞配 也整整齐齐地压在了乡底 因为那是只为秦官一人穿过的嫁衣 他日北归 姓宜过妾 妾怨必矣 只要秦官还能记得他 以后北归的时候 能够经过长沙 再来看一看他 那么他此生的心愿 也就满足了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人世间有一种爱 叫永恒 秦官离开了 让他无比眷恋 无比感动的长沙女子 作为戴罪之身的他 身不由己 只能继续跋山涉水 万里飘泊 而深爱着他的长沙女子 从此牢牢刻在了秦官的内心深处 在他那些唯美的爱情词句中 也永远留下了长沙女子 美丽而多情的身影 那么秦官为这个深爱的女人 究竟写下了哪些感人的作品 长沙女子还会做出 怎样感人肺腑的举动来呢 秦官有不少快智人口的词 都是为这位多情 痴情的长沙歌女写的 此后在漫长的贬折的旅途当中 在孤独和凄凉的漂泊当中 秦官曾经很多次回想起和这位长沙歌女的刻骨迷心的爱情 西窗下风摇翠竹 一年的相思才能换来一夜的相聚 牛郎之女虽然爱得辛苦 但他们毕竟还有希望 可是秦官和长沙歌女一别之后 又遭到朝廷的一扁再扁 一直到宋徽宗即位的时候 才获得赦免的旨意 可是在秦官北归的路上 经过腾州的时候 突然去世 在秦官离世之前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过 长沙女子临别之前 交代他的那句话 他日北归 幸宜过妾 妾怨必宜 让我们再来把镜头对准那位 人在长沙 痴痴等候着秦官的长沙女子 有一天午睡起来 女子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面她的泪水都浸湿了枕头 她起来之后哭道 我跟秦雪氏分别几年 从来没有梦到过她 今天周母却梦到她来跟我告别 这个兆头不吉利啊 是不是秦郎去世了呢 他立即派人沿途去打探秦官的消息 果然不久之后 他就得到了确切的信息 秦官已经在腾州去世了 消息传来 女子表现的是出人意料的镇定 她换上了丧服 对她的母亲说 我已经将自己的一生许给了秦雪氏 现在不能因为她死了就背叛她 她穿上丧服 连夜日夜兼程赶了几百里 终于在一家小旅店里 赶上了秦官的灵鹫 她抚摸着秦官的棺木 绕官三周 大哭一声之后 弃绝而亡 一缕相魂 随着她的秦郎 永远的相伴于地下 两情若是酒肠时 又起在昭昭暮暮 长沙女子在生前没有办法与她所爱的秦郎 昭昭暮暮地相守 可是在她心里一直固守着那份天长地久的爱情 后来的人每每说起这段故事都会被长沙女子的多情多意所感动 谁说只有男人才会一诺千金呢 在长沙女子的多情重义面前 即便是虚美恐怕也要感到惭愧吧 后来宋代人有感于这段七美的爱情故事 还专门为这位长沙女子写了一篇传记 取名就叫一昌传 使得她的情意跟秦官的财情一起 永远的流传了下来 秦官和长沙歌女的爱情故事讲到这里 似乎应该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但其实故事还没有完 这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被后人改编 或者是补充了很多的版本 因为她感动了无数后来人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 在清代有一篇传奇小说叫做《梅山秀》 就利用这位长沙歌女的原型 来编造了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长沙有个歌女叫做文娟 她非常非常喜欢秦官的词 有一次她就写了一首自己的词 寄给在京城的秦官 没想到这封信被秦官的妻子 也就是苏小妹给劫住了 苏小妹很调皮 她就瞒着秦官自己贺了一首词 又寄回给长沙歌女文娟 后来秦官被贬折经过长沙的时候 听说到了文娟的名气 就去拜访文娟 文娟非常的开心 可是过了几天呢 这个苏小妹也追到了长沙 她女扮男装 冒充是秦官 再去拜见文娟 并且说啊 你之前那个秦官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秦官 苏小妹的才华深深的打动了文娟 以至于啊 她真的认为苏小妹是秦官 而之前那个秦官呢 是个假冒伪劣产品 结果等到后来 秦官预设 北规再经过长沙的时候 这个文娟呢 死活不肯认她 秦官非常的萧索 很失落的回到京城 却意外的发现 苏小妹早就把文娟接到了京城 让他们两个欢天喜地的成了亲 秦官呢 如愿以偿了取了文娟为妾 故事呢 虽然编得很离奇 不可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对于秦官的喜爱 对于秦官的留恋 真的是无处不在 金风玉露 一相逢 便甚阙 人间无数 爱情 美在 独一无二 真正的爱情 与身份无关 与民愤无关 只因为 你是我的唯一 天下 美景无数 只有你 才是我心中的最美 在长沙女子的心中 唯有秦官 才能够让她放弃一切的浮华和虚荣 心甘情愿 守住那份心中最美的爱情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 朝朝暮暮 爱情 美在天长地久 朝朝暮暮 亲亲我我 固然是天下所有相爱人的期盼 但是如果只停留在 男欢女爱的身体欲望 那这样的爱情 注定无法长久 身体的吸引 只有上升为灵魂的相爱 才能够经得起天长地久的考验 才能够体验出永恒的爱情